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深圳呢 举行追悼会 然后举行丧礼 朋友跟我提的时候主要提到说江泽民送了花圈 江泽民送花圈呢 我觉得就无所谓了 朋友可能觉得说 你不是说他已经没自由了 他没自由 他连用他的名的自由都没有 当他 我记得有个节目跟大家提醒过 我看抓了一个副部长 他上电梯口的时候抓了他 单位没人知道他要出事 人家是副部级的官员 那只有抓他的人知道该抓谁 但为什么抓他不知道 我相信抓他的人也不知道 只是当头的说抓他 上哪抓他 现在他在哪就抓他 对吧 我们看到的消息 统计局的局长上午还跟人开会呢 我们统计数据有多么的精准 多么的科学 多么的可靠 多么的嘎叉 中午吃饭的时候完蛋了 他完蛋了 现在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这个人说江泽民送花圈 就这么回事 我依然坚持完蛋了 他已经没有任何自由 美国媒体 美国媒体 对有关习核心的提法 讲出了他的看法 应该是彭博通讯社的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现在提出习核心 预示十九大要发生大事 彭博通讯社讲 一向用词严谨的中共推出了习核心 暗示中国精英政治正在发生转变 中共高级官员提拔的惯例或将被打破 那十九大或将发生大事情 没准是 没准不是 三号彭博社说 至少有三位省委书记公开表态拥护习近平这个核心 习核心的提出 使习近平获得 与前三位中共最高领导人一样的地位 超过了胡锦涛 但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习核心的说法 政治局委员没有一个人说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没有一个环境说 还是一个什么背景 那现在看到的是地方要员在说 习近平十八大成为中共总书记之后 多次强调他的权威 但核心这个词最近才提出来 毛泽东被称为舵首领导 而核心这个词是邓小平 在1989年提拔了当时的江泽民为其继任者使过 这个变化 对于用词严谨的中共来说极为罕见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过 核心的首次提出来是邓小平身上 而邓小平身上的概念是8964 赵紫阳 胡耀邦 跟邓小平之间的冲突作对 党内最上层的分裂 书记跟书记分裂 书记跟党的总书记跟党的实权者之间的分裂 总书记被干掉 核心是一个普通党员 邓小平 然后 江泽民出现的核心是在胡锦涛是总书记的情况下 江泽民成为第三代核心 核心者不是总书记 核心者不是总书记 到了第四 习近平被提为核心 他是总书记 却他被提为核心 这个时候 江核心 第三代核心还在 那也就是说 自己是总书记 而前面两个主要的核心都不是总书记 而被称为核心的时候 习近平是总书记 而又加上核心这个词 说明 习近平有着极其的莫大的生命之忧 就是被第三代核心吃死 第三代核心就是对他的直接的生家性命的 和政治生命的威胁 所以我跟大家说 不会到十九大的 不会 提出核心的说法 哪一天发生 明天发生 现在发生 都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发生什么 干死第三代核心 文章讲 这种用词上的变化标志中国精英政治的转变 过去三十年强调的是集体领导 避免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出现 而这种变化最早在三月份的人大会上开始的 那这将让习近平能够放手在十年两次的领导人洗牌当中 帮助中共重塑领导体制 他是翻译过来的 有什么重塑不重塑领导体制的 玩命 这些都是词汇了 在我的角度就是玩命 习核心的提出 胜过了习近平上台三年来的任何努力 包括反腐和经济改革 但核心的实际效果难以估量 这可能让习近平个人的个人决定更难以置疑 也可能打破中共近年来高级官员提拔的惯例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的一种标志 中共上层将出现巨大变动 人大政治学教授张明说 官方将很快收录习核心这个词越快越好 因为这有利于他的人事部署 那习核心的宣告将很可能会在人大会上 三月份或者政治局会上到来 这将是十九大之前加强习近平的地位 更换政治局常委的真正的概念 我自己认为政治局常委恐怕都是个问号 就是我说的 你今天听得着刘云山三个字吗 你听着这三个字的时候 都是他挨打挨批挨骂的时候 对不对 你多长时间没听见张高丽三个字了 那叫常委嘛 那叫常委嘛 对吧 张德江在2014年这个字 非常火爆 在香港的问题上 他火爆完了之后 今天非常的冷却和面瓜 上哪找张德江去 没了吧 余震生打他出头那天起就没有 打他成为政治局常委那天起就是在家喝茶的 所以这是我自己认为 还有什么十九大 还有什么政治局常委 还有什么政治局 十八大的结果 整个中共的体系就是贪腐的体系 就是今天与今天主政人如果尚存人性 直接对立的体系 这是我说天灭中共的概念 习近平在二月初上了井冈山 在头一天 改成五大战区的时候 美国试着军队改革之后 授完战旗 然后立刻上了井冈山 人大教授张明说 习近平向访毛泽东 对党内十年来 只有总书记 没有核心 要有所改变 胡锦涛可以忍 但习近平不能忍 那大陆时日评论员陈杰仁也认为 胡锦涛十年的去核化后 出现了核心空档 但中国人习惯有个核心 所以习核心的建立 也是瞄准了这个空档 我不认为这么回事 根本没有核心的空档 那是江泽民的天下 有什么空档呢 对不对 周永康 徐才厚 郭伯雄 所有人都知道那是江泽民的人 薄熙来 你为什么非要说他是空档呢 胡锦涛 胡锦涛是个小媳妇 对不对 徐才厚 郭伯雄 整个苏蓉 这些人都是江泽民的人 政令不出中南海 就是在胡锦涛 温家宝身上 那胡锦涛 温家宝 在当时作为 国家主席 总书记 和总理的话 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谁让他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是江泽民不让他政令出中南海 08年四川大地震 温家宝最著名的一句话 嚷军队 人民养活了你们 你们看着办吧 那什么话那叫 一个总理 面对死伤无数的老百姓 对自己的军队说 你们看着办吧 那时候谁说了算呢 郭伯雄徐太后 对不对 江泽民利用老百姓的死 在国家危难时 向整个社会表明 谁是这国家的主人 是他姓江的 不是他姓胡的 他是第三代核心 你胡锦涛就不能有核心 这都我不认为这是评论是对的 而张立凡认为 近期的表态表明 中央有人受益 但目前中共高层却无共识 没有政治局委员使用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 这个核心的说法 一这是过度的概念 第二中共上层分裂 提出习核心 一山不能容二虎 第三代核心没梗屁呢 没死呢 第三代核心已经出来了 而邓小平是核心 干掉了赵紫阳 江泽民是核心 吃死了胡锦涛 那今天习近平 在总书记的位置上成为了核心 他要不打死江泽民 这核心怎么办 而政治局是18大 江泽民获胜的结果 他嚷不嚷他核心 所以韩正作为政治局委员说 要有核心意识 核心意识是谁 江泽民是核心 所以共产党死定了 根本不是十九大的事 习核心的提出表明 他跟江泽民将以公开的方式 真正的对垒 看吧 看过年怎么过吧 我觉得就这么回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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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